哈喽大家好我是水哥 在玩者轮道中存金币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目前峡谷里金币英雄的数价快过百了 其中最贵的就是18888 不过并不是所有18000的金币英雄都值得购买 今天就给他介绍几个被消费了的18000金币的英雄 奉劝大家目前的赛季千万别买这几个英雄 不然辛辛苦苦求的金币可就白费了 第一个公本五战 公本在刚开办的时候确实非常无敌 不过经过多次版本更新 公本已经被消了几十次了 现在的公本已经快成一个超级兵了 很多老玩家基本都换弃使用公本来排位 第二个花木狼 花木狼刚存坐的时候可是最强的上当英雄之一 轻剑加重剑的双形态技能 无论是单挑还是团战都是游刃有余 那可是风光无限 可惜好景不长 因为太多玩家抱怨花木狼太无敌 好物游戏体验 于是策划开着一次次的削弱花木狼 目前的花木狼已经是被削弱过十多次的了 强度非常低 虽然有些大神还可以利用技巧巧妙上风 但是对于普通玩家就很难打出漂亮的战绩了 这一点可以从英雄的胜率表中看出 目前花木狼的胜率仅为 那个48.5 而出场率仅为7.7% 比公本还低好几个级别 让人有点心疼 第三个司马懿 司马懿刚上见的时候 他的突进和收割能力非常强 在峡谷里来去之如 特别是对于后排英雄 可以说是万军之中取人手机如碳男取物 能力之强 让所有去皮英雄都闻风散打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 因为太强势 在三千没多久就开始被策划削弱了 如今的司马懿不仅升板脆 而且天地河多 要靠司马懿上风有点难 目前司马懿的胜率只有47.5% 而出场率仅更低 只有3.3% 在这个赛季已经快被边缘化 所以非常不建议大家花18,888金币 买这个英雄来上风 不过他的死对头诸葛亮倒是可以参考一下 第四个杨茧 杨茧和司马懿可以说是18,888金币 英雄里的难兄难弟 司马懿的胜率和出场率已经够低的了 没想到杨茧比司马懿还低 目前杨茧的胜率仅为47.2% 而出场率仅为2.6% 想当年杨茧刚上线的时候 三单也是一个扛把子 可是被销之后元气大三 胜率和出场直线下滑 虽然现在策划想换设法的加强他 甚至都想调整技能 但并没有多大起色 杨茧的综合表现能力依然是战士中垫里的 所以小伙伴 有18,888金币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以上几个英雄 还是将金币留给性价比更高 实力更强的英雄吧